下载看见APP 看更多有趣的历史短视频 在古装剧中 经常可以看到重刑犯被判处斩力绝 然后就被拖到刑场准备行刑 但其实斩力绝并不是立刻就拉出去斩的 而往往是要等上好几天 甚至是几个月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古代对于行刑的时间非常讲究 在绝大多数朝代 行刑都有固定的时间 一般来说 多选择在秋分以后 立春以前处决死秋 即所谓的秋后问长 唐六点刑部中曾明文规定 每岁立春后至秋分 不得决死刑 另外 二十四个节气日 国庆节 皇帝生日等重要日子 也不能杀人 那么 为什么古人 偏偏喜欢秋后算账呢 这就和古人的自然神权观念有关 就是说 人的行为要顺应天意 不可忤逆 而秋冬是树木凋零的季节 这时行刑才能顺应自然界 肃杀的意味 皇帝贵为天子 更要遵守天意 按照天时行事 所以处决犯人 也要避开重要的天时 那么 古人行刑更为注重的 五十三刻 又有什么讲究呢 五十三刻就是中午十二点左右 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 这在古代人看来 是一天当中 阳气最盛的时候 十额不赦的极度中范 王蒙选在这个时候处斩 用旺盛的阳气压制 让他连鬼也做不得 对死刑的讲究 体现的不仅仅是律法 更是中国人 对自然和生命的思考 我们都知道满清十大酷刑 可是你知道 十大酷刑中的腰斩 这个刑罚有多残忍吗 这种酷刑是怎样被终结的呢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 回复腰斩 你就知道了